万万没有想到把蜂油精涂抹在洋葱上 它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 既省钱又使用 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 学会这个方法一年能省下大几百 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个洋葱 把洋葱的皮给它去掉 在这里给它分享一个去洋葱皮的小技巧 超级的快 而且不辣眼睛 用菜刀 先把洋葱的头部给它切掉 切的时候慢一点 再把洋葱的底部给它切掉 洋葱皮清洗一包就下来了 非常的快速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不辣眼睛 然后再用我们组成的刀 把洋葱呢 给它一方如一二 把洋葱给它切成粒 粒的大小 无所谓 自己刀工掌握 以后用手给它抖散 抖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一次性的口罩 剪刀 剪掉它的三分之一处 剪好以后 三分之一处这个口罩就可以扔掉了 然后在口罩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铁丝 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取出来 不要丢 放到一旁 一会儿还能用到 把口罩呢 我们给它撑一下 全部撑开 哎 这样呢 口罩就是一个布袋 口罩呢 还是五纺布做的 非常的透气 全部撑开以后 把我们切好的洋葱绿 装入到口罩中 然后里面我们再滴些 封油精 滴好以后 把它封出口 取出我们刚才 取下来的铁丝 把口罩给它绑紧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 驱蚊包就做好了 秋天这个季节啊 蚊子特别的厉害 咬到人身上就是一个包 特别的疼 还有许多小虫子 特别反人 咱们呢 随身带上驱蚊剂 那是不现实的 咱们就带上 我们自己做的驱蚊包 把它 挤在腰上或装在布袋里边 到哪里呢 蚊子 蚊虫都不会咬我们 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 把它放到家里的 床头啊 窗户边 水池边 能驱出蚊虫 效果非常的不错 而且又省钱 学会这个方法 家里面 一年能成大几百 今天呢 这个驱蚊包 做法就分享给大家 非常的实用 如果您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做一下 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